辣豆瓣酱做的豆腐包子 哇!真是太好吃了 今天和您分享 用辣豆瓣酱做的豆腐包子 哇!真是太好吃了 我们赶紧来看看是怎么做的 豆腐包子 顾名思义主要材料就是豆腐咯 首先将4块菜市场买回来的新鲜版豆腐 放在炒菜锅子里面 快速将它压碎 并且在锅内翻炒 把水炒干 在炒的过程中 我们加入少许的酱油 边炒边入味 关中小火 慢慢将水收干 这个时候 我们将之前晒干的高丽菜干洗干净 这个高丽菜干 是直接用阳光曝晒干燥的 晒干脱水之后就卷起来保存 看起来还很美味 洗净之后 挤干水分就把它切碎 然后倒入盆内备用 我们来看看豆腐差不多炒干了 今天我们要用辣豆瓣酱入味 至于要选用哪一种口味 随您个人喜好都可以的 豆腐炒干之后 加入美味的辣豆瓣酱 不吃辣的朋友 您可以改为一般不辣的豆瓣酱取代 同时我们再加入少许不辣的豆瓣酱增加味道 然后将它们拌炒均匀 哇 好香哦 好了 倒入高丽菜干的盆内 待会一起搅拌 再来倒入素食碎肉浆 不是吃素的朋友可以倒入碎肉即可 使用的量大约是豆腐的一半即可 为了能够充分搅拌均匀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手来拌匀 充分搅拌均匀之后 我们再加一点盐 再加一点胡椒粉 少许的麻油提香 再加一点素蚝油 再充分将食材都搅拌均匀 加一点香菜 这个时候我们到院子里去栽一点香菜 今年撒了许多的香菜籽 一下子一大堆香菜就陆续冒出来了 好了 栽一把就行了 不是吃素的朋友可以使用葱末 洗净之后切碎倒入盆内 再搅拌均匀 好了 内馅这样子就可以了 我们来做面团 今天我们使用机器来打面 秤400克的面粉倒入盆内 牛奶200ml 一般使用200ml的水就可以了 我们为了口感香醇Q嫩 所以使用牛奶取代水 集中酵母粉5克 砂糖40克 一起倒入牛奶中搅拌均匀 然后倒入盆内 再来是8克的油 倒入盆内 这个时候就可以让机器去搅拌了 搅拌成面团之后 放入盆内醒大约10分钟左右 取出用手将面团揉一下 我们预计这个面团做10个包子皮 所以秤一下面团的重量 平均除以10就是每个的重量 首先将面团擀成长条状 我们这里每个秤约66克 秤好10个小面团揉成圆团 将它们擀成中间厚边缘薄的面皮 这样包起来就不会底太薄 然后放入馅料 为了吃得过瘾 我们每个都包得非常饱满 边压边折 然后收口捏紧就可以了 做好一笼就放着发酵 直到面团用手指轻压不回弹 这个时候就可以上锅去蒸哦 滚水蒸15分钟即可 用这种竹蒸笼蒸比较不会倒汗水 一般铁器的锅子常常会弄得包子湿湿的 好了时间到了准备开盖 开盖前用个竹筷子先顶一下 这样开盖不容易使包子皱皮 哇粒粒饱满 来来来赶紧尝尝看 哦好吃耶 这个辣豆瓣酱做的豆腐包子 趁热吃还真是好吃哦 您不妨也自己试试看哦 希望您能支持 Off Talk轻松生活频道 赶紧订阅我们 并按下小铃铛及分享影片 谢谢您的观赏